第39集 宋国的那一场雨 辞别公书班 我们原路返回 经汗水 跨碗城 月沉沉过宋国 一天下午 我们路过宋国蓬城乡下 突然风云突变 电闪雷鸣 一场大雨倾盆而下 我们被淋成了落汤鸡 见路旁有一片居民区 巷子口有一个大门 我们赶紧奔过去 想去里面避避雨 可一个看大门的挡在了我们的面前 你们两个臭要犯的 怎么进来的呀 快走开 我们只是想避雨 被赶出来之后 我们只好冒着大雨赶路 全身都湿透了 冷风一吹 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拯救了宋国 宋国人却连一个避雨的地方 都不给救命恩人 我的心里不平衡了 老师 为这样的人拼命值得吗 正是因为世界上有这些自私的人 我们才更需要提倡奸爱 用爱心来感化他们 到达泰山 经过我们先前救下两个男孩的路口时 我们又遇到了他们 为了归还我们落在马车上的行李 这两个孩子冒着被奴隶抓回去的危险 已经在这儿等了二十多天 我很感动 老师一直推行奸爱 在这两个孩子身上 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明天